青天白日竟然遭遇了袭击 这可让牧民们始料未及 牧羊犬爬到高处警戒 可是他们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牧民们可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当时的情况绝对是非常严重 由于正处在羊群前进的过程中 山路狭窄 队伍被拉得很长 多只牧羊犬突然狂吠 像是到处都遇到了危险 为了安全起见 牧民的决定留下一个人 带着几只牧羊犬负责断后 或许是虚惊一场 但就怕有万一发生 假如是遭到了狼群尾随 断后的牧羊犬就是安全的屏障 至少在羊群到达开阔地之前 他们能延缓这场袭击 看着羊群已经渐渐远去 可牧民的心并没有就此放松 因为即便是到了这个时候 牧民们依然没有发现 袭击者的踪迹 到底是野狼还是体型更大的灰雄 牧民的心理媒体 唯一能够确定的是 袭击者拥有一定的数量 羊群停在了开阔地 原本以为危险可能已经过去 可令牧民意想不到的事 就在游牧现场 情况再次发生 多只牧羊犬像是受到了挑衅 他们集体狂吠并朝着同一方向快速跑去 来到这片草地 牧羊犬正在全面搜索 草地上没有看见袭击者 但似乎是留下了某种痕迹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 牧羊犬像是发现了袭击者逃跑的方向 多只牧羊犬目标一致 它们沿着气围前进 很快 牧羊犬便逐个钻进了树丛 前方的山坡 树木茂盛 这正是牧羊犬追击的方向 终于 袭击者现身了 原来这只是一群野猪 虽然野猪的数量很多 但是它们并不能构成严重的威胁 看来是该召回牧羊犬的时候了 不能让牧羊犬 把精力放在对这群野猪的驱赶上 过了一段时间 牧羊犬逐个返回 尽管野猪被驱赶到了原处 并且牧民们也看清了袭击者的面孔 但是 这也不是放松警惕的时候 恰恰相反 所有的牧羊犬 必须赶紧回归羊群 因为在这片牧区里游牧 危险始终都不曾远离 牧民稍有疏忽 羊群很可能会出现漏房 注意看 这是游牧现场发生的一幕 一匹野狼公然袭击了羊群 此刻 多只牧羊犬已经展开围攻 野狼也没有束手就擒 为了能够逃出包围圈 它正在和众多牧羊犬周旋 大概追击了两公里 体力消耗殆尽以后 这匹野狼被当场拿下 可即便战斗接近尾声 野狼还在殊死搏斗 打斗的过程中 已经有多只牧羊犬被其咬伤 最终 还是牧民带来了最高大的护卫犬 这匹野狼才被完全制服 野狼的体型较小 但是它们毕竟生性残暴 咬住喉咙就不会松口 而绝大多数牧羊犬 并没有猎杀的经验 在和野狼的战斗中 避开头部从背后袭击 这应该属于牧羊犬的本能 这只护卫犬 算是和野狼作战的老手 在之前的一次遭遇中 它就曾被野狼所猴 虽然当时战退了野狼 可战斗过后 它的伤口很深 大概一个多月才完全康复 所以来到作战现场 护卫犬毫不犹豫就结束了战斗 或许对付凶残的敌人 只有采取最致命的方式 才能保证自己免受侵害 然而 与狼的战争并不总会一帆风顺 就在今天 牧民们发现丢失了一只牧羊犬 或许山坡上的监控 能够提供重要线索 但是静下心来查看之前 牧民们带着牧羊犬搜寻了很久 监控拍摄到了这样的画面 夜巡之时 牧羊犬因为食物和野狼发生了冲突 但是 从它追出去以后 便再也不见了踪迹 而当夜返回来进食的 竟然是野狼 在搜山寻找的过程中 牧羊犬发现了太多野狼留下的痕迹 这里距离村落很近 可是没想到的是 野狼在这里的活动 已经如此频繁 甚至在搜山的过程中 牧羊犬竟然察觉到了异常 或许对面的山坡上依然有野狼活动 再或许那里定为案发现场的可能性更大 但是不管如何 只有经过仔细搜查 牧民们才会心里有数 踏上这座山坡 情况又和刚才不同 除了地上的抓痕以外 野狼在树枝上标记了领地 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说明至少有个狼群 应该在这里长期活动 之后 跟着牧羊犬的追踪 牧民们沿着山坡搜查了很远 但是遗憾的是 始终没有找到失踪的牧羊犬 时隔多日 哪怕是些许尸骨都没有发现 借着这次搜寻 牧民们沿途取走了所有监控 希望这些监控 能够提供野狼活动的线索 同时 在回往村落的路上 牧民们又增设了很多监控 因为这是安全所需 不容牧民们不引起重视 监控是最有力的证据 可是在查看了很多画面以后 基本上都是单独活动的蛟狼 蛟狼的体型不大 他们完全不是牧羊犬的对手 哪怕是三四个成员一起围攻 高大的牧羊犬即便是打不过 可它至少应该有脱身的可能 所以牧民们怀疑 还是没有找到重点 山坡上一定有外来户 很可能是体型偏大 并且数量众多的灰狼 果然牧民们的猜测是准确的 真的是舍不得孩子 套不住狼 在牺牲了一只绵羊的前提下 终于拍摄到了体型完全不同的野狼 这匹野狼发现食物以后 可能是人类留下的痕迹 它表现得格外谨慎 但是之后不久 野狼就带来了它的团队 刚开始在头狼进食的时候 其他野狼并不敢主动上前 随着头狼快要吃饱 狼群才开始集体进食 这不像是临时性结合 这是成熟的狼群一贯的进食特点 由于猎物被拖到了角落 无法看清这个狼群的全貌 但是已经进入监控画面的 至少应该是四匹野狼 如此失踪的牧羊犬 无容置疑 它必然是遭遇了这群杀手 接下来加强巡视还只是其次 如何对付这群外来户才是关键 因为在没有猎物的情况下 它们必然还会逼近村落 夜巡的牧羊犬 一旦被诱至远山 遭到狼群屠杀的悲剧 将又会重演 所以为了羊群和村落的安全 牧民们必须培育出 更多优秀的牧羊犬 随着年轻的牧羊犬长大 本时还没有学会 可脾气倒是渐长 他们待在牧区里 除了吃喝睡觉 就知道和成年护卫犬吵架 这只牧羊犬个头很大 我们可以叫它烟雾 作为年轻一代里最优秀的成员 牧民对它的期望很高 所以今天烟雾被安排了一项特殊任务 当然其他年轻牧羊犬都会得到安排 因为这项任务不仅关系到牧区的安全 同时也是对牧羊犬品质的培养 几乎贯穿每只牧羊犬的一生 原来吃过早饭以后 烟雾直接被带到了游牧现场 四只护卫犬正在工作 看见烟雾以后 他们直接冲了过来 今天烟雾像是被出卖了 它被当作工具 既是对护卫犬工作的测试 同时也是对烟雾的考验 面对四只陌生 且又气势汹汹的护卫犬 烟雾当场就愣住了 这可不是待在牧区里 像往常一样的相互打斗 他从未见过这样的阵势 这完全充满了敌意 高大的体型占据了优势 但是烟雾并不敢反击 他内心似乎明白 主动挑起矛盾 自己占不到任何便宜 若不是主人在场 这四只护卫犬一定会主动出手 从小到大 烟雾从来没有被对手警告过 这一次在主人面前 他像是丢了颜面 于是在三只护卫犬撤退之时 烟雾试图攻击最后一只 冲突刚刚发生 其他三只护卫犬便立刻冲过来助战 在这里 强者为尊并不存在 彼此之间只有对手和战友之分 所以 面对一只对外的护卫犬 烟雾第一次感受到了无助 回去的时候 烟雾的内心受到了打击 他远离牧民 像是对主人的抱怨 也像是对护卫犬的怨恨 到了晚上 事情还是发生了 栓狗的铁链丢在地上 可烟雾却惊人的不见了 主人找遍了牧区的各个角落 到处没有烟雾的身影 于是 牧民意识到 他很可能去了游牧现场 从牧区到山坡 大概有五公里的路程 夜间的时候 即便是在牧区里 野狼的袭击同样猖獗 如果没有经验丰富的牧羊犬陪同 烟雾遭遇野狼后 处境会相当危险 为了安全起见 两只经验丰富的牧羊犬出发了 大概搜寻了一个多小时 也联系过山坡上留守的家人 游牧现场一切正常 所有的护卫犬都守在周边 并没有发现任何袭击者 当牧民回到牧区 没有多久的功夫 烟雾独自返回 并且他可是待伤而归 既然烟雾并没有到达游牧现场 那只有一种可能 在去往山坡的途中 他遭遇了真正的敌人 在游牧生涯中 每只牧羊犬 都要经历这样的事情 牧民之所以这么做 不仅是要培养 他们战斗的勇气 更重要的是 牧羊犬必须树立起 敏锐的领地意识 在游牧的过程中 不同的牧民 也可能距离很近 两波牧羊犬相互之间 冲突是有发生 一般情况下 牧民并不会刻意制止 这就是考验 牧羊犬实力的时候 只要能够战胜对手 完全可以霸占更好的草场 将对手去赶到别处 即便是没有这样的实力 那也要保护好自己的羊群 与对手且战且退 年轻的牧羊犬 往往不知深浅 很多时候 矛盾就是由他们激化的 而经验丰富的牧羊犬 一眼就能分清敌我的实力差距 他们能动手解决的问题 绝不乱吵架 但是有年轻的牧羊犬在场 整个团队的气势会很高涨 所以 这也算不同性格之间的互补 在这次冲突中 对方的牧羊犬实力强悍 可两家的羊群 都处在同一片山坡上 他们不仅数量很多 并且各个体色一致 一看就是一奶同胞 四敌六 年轻的牧羊犬 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烟雾和同伴冲锋在前 并且他们坚持战斗 丝毫也不退让 烟雾可能还拥有 被四肢护卫犬围攻时的记忆 所以 这次有同伴在场 即便是遇到强悍的对手 他依然选择捍卫领地 最终 在没有数量优势的情况下 他们依靠逼人的气势 还是把战局打成了平手 如此 新一代牧羊犬不负众望 他们具备了保护羊群的优良钳制 在遇到野狼袭击的时候 牧羊犬能否提前察觉到危险 又是否敢于主动出击 这些都不是与生俱来的秉性 太多的狼袭训练 牧民们内心比谁都清楚 遇到强悍的野狼 在忠诚的牧羊犬 也有惜命自保的本能 能够克服恐惧 像勇士一样冲锋 不仅需要强悍的团队 更要有藐视野狼的勇气 而这些优秀的前置 全都离不开平日里的训练 从烟雾第一次踏上游牧现场 从他单枪提马 就赶夜闯山坡 牧民们已经看得清楚 烟雾生来就是优秀的护卫群 而接下来需要调教的是 如何带领团队 真正成为守护羊群的安全保障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们 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探长 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的频道